90后没有美女 美女都嫁给大款和美老板了 当初在选山楂树枝恋女主角时 因为迟迟找不到中意的人选 导演张艺谋开玩笑似的说了这么一句很惹争议的话 不过确实 让人一眼万年的大美女真的越来越少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那些以前惊艳了时光的女神的女儿身上时 也很难再看到当初风情万种的妈妈的影子 尤其是这十位新二代 女儿的颜值居然都输给了妈妈 一、李兹和她的三个女儿蛇诗曼曾经评价过 李兹像玫瑰花 又香又亮 TVB当家花旦李兹 是典型的浓颜系女神 布施粉待下的脸庞都灵冬有泰 而这得益于她浓黑的眉毛宛若柳叶般脱俗 一双似水的眼眸温润如玉 最有特色便是嘴边的玲珑梨汪 非常少有的迷人气息 不过李兹的三个女儿的长相 却明显更倾向于父亲 尤其是鼻子部分 踏鼻梁和微微的朝天敌 完全没有李兹秀挺的鼻子的影子 虽说有点白瞎了女神李兹的美貌 但是依旧不妨碍三小致 还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二、丽志和两个女儿 年轻时的丽志唇红齿白 五官精致 S型曲线和匀称的身材更添风情 像当初李连杰即便已经成家立业 还是义无反顾选择了和妻子离婚转而追求励志 当时还受到了香港媒体的一致嘲讽 励志嫁给李连杰后 就显少在娱乐圈露面了 专心在家 还为李连杰生了两个女儿 但是看照片不难看出 励志的两个女儿没有妈妈这么浓密乌黑的秀法 五官也相对来说比较扁平 丝毫没有妈妈当初的惊艳气质 三 莫妮卡贝鲁奇与女儿 意大利妙思莫妮卡贝鲁奇 又被赞誉为地球球花 几时偶有人该测不到她的颜值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莫妮卡是当之无愧的言霸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马莲娜摇曳生姿 一步一步走进了观众的心扉 荡起层层脸衣 但是不得不说两个女儿Deva和Aunia 不仅在颜值比不过老吗 就连身材也难以有母亲的风情和凹凸有致 四 林青霞 邢爱玲 林青霞惹中带刚的长相 紫雄莫变得英气 成就了最经典的东方不败 虽然她的女性特质一眼就能被冻西 但是其面相又恰到好处地沾染了另一个性别的影子 因此她可以是帅气英朗的 也可以是美丽无双的 整张脸极具特色和辨识度 但是其女性爱玲弯貌看上去却憨厚有瞪感 没有什么出挑的地方 就连与母亲林青霞出席活动的同框图 也只剩在了年轻上 五 王妃 窦镜桶 王妃的歌声空灵富有感染力 也正是如此 很多人忽略了她的颜值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浓密的发丝 端正的五官 眉目如画 最独特的还有与她的歌声一般清冷的气质 尤其是现在已经五十出头的年龄了 皮肤状态好到完全无法想象她的岁数 但是王妃的女儿窦镜同颜值却比较一般 更审思窦为 而且留着一头中性短发 个性十足 但若以单方面的颜值来看 则确实比王妃逊色不少 六 吴启丽 吴卓琳 作为第六届亚洲小姐选美的冠军 吴启丽年轻时的颜值也算是顶尖的长相了 出众的样貌其实也是稀缺的资源 凭这一张脸即便不能在娱乐圈有多大的成就 但是衣食无忧不成问题 不过都知道吴启丽被爆出绯闻后 之后俨然成为了大家的吃瓜对象 妻女小龙女吴卓琳 相貌上下河太宽 外加没有神采的单眼皮 光是长相上就矮了母亲一大头 更别提后来种种行为 让人不胜唏嘘 7.如瓶 希望 最近的热播剧《唐朝鬼失路》 可谓是利亚众多电视剧牢牢占据收视率榜单 而单元之一的黄梅莎出现的秦鸿一角 虽只短短出现了几集 却惊鸿一瞥 让不少观众调侃敌公活在台词里 秦鸿活在弹幕里 希望出演的秦鸿本来是如此的惊艳 但是当被人扒出其母亲是如瓶之后 画风图本 纷纷认为其颜值感不上母亲 如瓶是谁 想必很多人并不陌生 她是武则天理的上官婉儿 亦是康熙王朝里的苏玛蜡姑 她饰演的角色可谓是一代人心中的古装女神 这么一对比 女儿的颜值从惊鸿一瞥立马变成了小家闭玉形 8.李丽珍 徐艺荣 李丽珍被观众誉为三级片中的一股清流 因其长相气质 以及刚出道就是走的清纯可爱少女人设 所以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副懵懂纯真的样子 即使后来拍下大尺度写真集和风月电影 也无法抹去她的这一抹少女的娇憨乖巧香 当初的女神嫁给一位音乐人许愿 生下了女儿徐艺荣 但是女儿脸长还伴随着秦威的秃嘴 别说是新二代了 即使是放在路人中间 其颜值也不算突出 近日李丽珍的女儿徐艺荣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更新了多组时尚写真 已经24岁的徐艺荣状态一点都不输给年轻时候的李丽珍 竟显完美身材与颜值 在照片中徐艺荣精致打扮起来仍犹如十七八岁的少女 一身白色低胸脸一群竟显性感身材比例 身上也看不出任何多余的坠肉 看来身材管理十分到位 而在这组黑色吊带群照片中 徐艺荣竟显成熟妩媚 曲线明显锁骨诱人 尤其一双大长腿十分吸睛 据悉徐艺荣小时候颜值并不出众 但女大十八变 再加上五年前出国留学后更懂得打扮自己 如今的徐艺荣给人感觉一点都不输给年轻时候的李丽珍 就连港媒评价李丽珍女儿近兆时 都直言比李丽珍还要美 也有不少留言在评论区对徐艺荣的颜值大家赞赏 在徐艺荣幼年时 长相倒是与父亲许愿很相似 甚至小时候的徐艺荣的牙齿都继承了父亲的包牙 1996年 李丽珍与其貌不扬的许愿结婚 结果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不到四年就草草收场 离婚后 李丽珍则经常带着徐艺荣 如今徐艺荣已经长大成人 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李丽珍偶尔会晒出母女二人同框的画面 在母亲身边 徐艺荣的气质一点都不输给妈妈 得益于保养 李丽珍看起来一点都不显老 和女儿在一起就像姐妹一样 作为新二代的徐艺荣也一直备受媒体关注 无论是身材还是脸蛋都很有当明星的气质 曾经也有很多经纪公司向其抛出橄榄枝 但徐艺荣都一一婉拒 她更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 而且从事的工作也是与设计相关 从未接触过娱乐圈的业务 高颜值不仅吸引众多经纪公司 在徐艺荣求学期间也有不少追求者 曾经徐艺荣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 晒出过于男友的合照 但这段恋情并不太顺利 最终二人分手 合照也早已删除 至于徐艺荣的感情状态 李立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 也暗示女儿目前是单身 她表示女儿如果有男朋友的话 会告诉自己的 前段时间父母离世 女儿还一直陪伴着她 主动给李立真生活费 简直是贴心小棉袄 娱乐圈有很多新二代 都会顺着父母的事业 选择出道 但也有像徐艺荣这样 即便有着优秀的自身条件 也不愿选择进入圈内工作 有人觉得徐艺荣这样的条件 不当明星实属有些可惜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徐艺荣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那就祝福她能在 自己喜欢的领域终有所成 九 邱淑珍和三个女儿 邱淑珍的颜值几乎是公认的量 脸小头像 五官精致 她的脸型符合了圆 但 尖的特点 异常的清纯 但是眼睛里的魅惑 走起性感路线也丝毫不含糊 而她的三个女儿沈月 沈日 沈称 颜值在新二代中算是拔尖的了 尤其是沈月一度被认为是最美新二代 萧起来甜甜的 但即便如此 相比较她们的妈妈 其颜值上确实是落了一大截 美则美意 却少了母亲的灵冬和风情 十 黄一和女儿 上错花脚嫁对狼的黄一 曾经惊艳了时光 一部电视剧能在过去这么多年后依旧被人津津乐道 演员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黄一也借此顺利打开了演艺的道路 但是奈何与黄一轻的一番纠葛 阻碍了之后很多的发展 黄一的女儿更是完全继承了其父亲的长相 单眼皮 踏鼻梁 大嘴巴 短下巴一个不落的都占了 以至于被网友们调侃到 真是完全没有遗传到妈妈的美貌 新二代们顶着巨大的光环 在依托中被赞誉 也在争议中成长 对于颜值这方面 其实也不过只是娱乐看官们的锅眼云烟 真正的坦途不在外表 更在于如何走好前方的路